不知從何時開始,在香港擔任要職,要先證明自己是否是共產黨員。 但如果本身不是共產黨員,又如何證實自己不是呢? 近日香港大學輪選副校長,兩位出身北京清華大學的最後人選新作軍和公盤, 又成為港大學生會的討伐對象。 他們兩個人的原罪就是懷疑共產黨員。 學生會說,很怕他們會影響學術自主。 不過,官乎近日港大校委會的表決結果,新工兩個人, 都是以絕大比數獲支持成為副校長。 連一向談反對派的法律學院首席港師張達明也投下了支持票。 學生會是否想得太多呢? 日前港大校委會分別以21票贊成、一票反對或棄權, 通過了新作軍和公盤的任命。 據傳媒報導,投下支持票的港大校委張達明表示, 新作軍已經交代他並非共產黨委或黨員。 而整體輪選委員會又是校內人士, 經過恰當的程序推薦,過程無人質疑。 另外,一個港大校委勞重貿早前指出, 大學聘任高層,更足機制展開輪選, 外界公開討論人選, 是否也算是對大學的一種干預呢? 如果這樣說, 學生會以外界輿論向校委會施壓, 又是否干預學術自主呢? 政壇高人就指出, 新作軍已經澄清自己不是黨委也不是黨員, 連清華大學那邊也將有關網頁的錯誤信息下架了。 港大學生會代表基本上沒有什麼炒作的空間。 退一萬步地說, 即使新作軍真是共產黨員又怎樣呢? 大學管理層和學者不可以有個人的政治取向嗎? 如果是這樣, 恐怕在香港的大學當中, 有不少教授和教員都要離職了。 高人又繼續說, 有政治背景或者強烈政治傾向的大學學者, 在本港大學可謂比比皆時, 違法佔領其中兩名發起人戴耀廷和陳建文, 因為違法佔領和善惑他人犯法而被解僱前, 或提早退休前, 就分別是港大和中大學者。 曾揚言時時在班上挑戰我的學生, 問他們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早上醒來, 五星紅旗升不起的陳家樂, 就曾出任公民黨主席, 現在仍然在浸大教書。 而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, 在退休前就在理工大學任教。 如果套用港大學生會或者反對派的邏輯, 這些有政黨背景的所謂學者, 全部都不應該在大學任教。 輪選大學校長, 應該以他們的學術成就和大學行政經驗為首要考慮。 在這方面, 申作軍宮鵬兩位學者可謂超曬班。 申作軍是美籍華人, 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做校長教授和工業工程及運籌學系主任。 亦是清華大學名譽教授和工業工程系主任。 工鵬就在柏克萊分校升至教授, 之後就成為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。 根據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榜, 清華大學全球排第20位, 港大就排第39位, 清華更加是亞洲一哥。 現在兩名頂級學者出任港大副校長, 不是一件好事嗎? 畢者身為港大校友也為此而高興, 更何況, 大學輪選和推薦管理層, 何時變成學生作主呢? 希望師弟師妹放手吧! 學術歸學術, 不要再做這些政治炒作了!